你看今天沈庆庆坐在轮椅上面 非常的萎靡 她说她全身收续 全身收续一样 今天抗高把你驳回 驳回以后就这样 说你没有重症 你还是可以继续的积压 想说为什么对沈庆庆这么狠 现在一个关键出来了 绝不是讲吗 今天把你压下来 就是说你已经图力确定了 你图力确定不是只有图力确定 重点是我要查你的金流 更可怕的是 现在简连已经查到你的USB 真的里面 已经有收沈庆庆 1500万 而且那个布记里面 我们等一下开始一下 底下还有交代说 他什么 他在2011年的时候 2022年 不对 2022年11月1号 小省1500省庆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就是柯文哲的原文 我再回送你柯文哲这句话 你不是讲说对啦 突然没错 你有没有金流吗 你有查到我金流吗 查到了 你柯文哲亲自记载了 他就在整个USB里面 因为各位不好意思 这是从柯文哲他的随身物品里面查出来的哦 里面他有个记账本 而这个记账本里面上面写的详详诗诗诗 这个是原话啊 不是开玩笑 括号 2022年11月11号 小省1500省庆庆庆 保雷哥我就帮观众朋友解释 这个1500是什么意思 1500万 当然嘛 因为他们大人物都万来万去 没有再给你1500块啦 就说有1500万来自省晶庆的捐款 而且巧合的是什么 我们去对一下这个2022年 11月1号的这个时间点不好意思哦 刚好金华城也就是金华广场得到建造是什么时候 就在2022年10月18號 換言之10月18號的時候 合發建造給他 結果這個樓地板面積給他之後 馬上在2022年11月1號 也就是下個月的1號 就給了他1500萬 那寶妮跟我問一下 這件事情是什麼 那你這很明顯就是後洩 因為在那個時間點 沈慶慶就是在論功行賞 到處發後洩 結果你柯文哲沒有人冤枉你 自己記載 對啦我有拿到1500萬 還怕自己忘記記在電腦裡面 所以寶貴哥這就變成鐵陣如山 恐怕柯文哲會從圖利稅 恭喜你晉級成功 成為貪汙稅條例第四條的違背植物收衛罪 思念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 這也太可怕了吧 當然啦因為柯文哲現在為了你這白口莫辯 他要怎麼解釋說沒有啦我在家裡無聊 打電腦隨便亂打的 不可能因為這種記上的東西 剪掉絕對會把它當成非常關鍵的證據 而且藉由這個你的所謂記帳本 他就拿這個去問沈慶慶 再提訊他 沈慶慶扣任者糟了喔 他說有1500萬喔 你給他的喔 你為什麼要給他 那我就問寶貝哥 沈慶慶你還會繼續抖嗎 還會繼續跟你戰抖嗎 不是難怪今天 沈慶慶知道有問題大了 所以他今天趕快要接著交保 然後今天由全身出去 他的壓力太大了 對這解釋兩件事情 所以公願不放他走 對沈慶第一個他真的壓力太大 所以到整個全身顫抖 他整個以命相骨說 拜託放我走啦 我真的受不了 現在剛剛講的 柯文哲我們這邊不是講嗎 有一個700多萬的 這個所謂的不明來源 不明來源裡面有170萬 你是老婆用的所謂的ATM存進去 接下來說不只700萬 還有過千萬的不明帳目 這個帳目是甚麼 其實跟金華城是有關的 結果現在這個資料 越來越清楚了 寶貞哥外界大家都一直有一個盲點 一個誤解你知道嗎 大家現在講到沈慶晶說他的金流 你知道我往哪個方向去看 公關費對不對 大家說公關費有可能1.8億 甚至有可能講到5億 但我看一下寶貞哥方向錯了 方向錯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沈慶晶從總統大選期間 到我們講回國之後 他一直在做一件事 你知道他在幹嘛嗎 借錢 他不斷的在借錢 不斷的在借錢 到處這邊東線 他沒錢 對而且寶貞哥你知道他怎麼個借法嗎 他是利用手上 是不是中工 包括他的中石化 還有很多的工程對不對 他直接用那些工程去貸款 貸款下來的錢 再拿這些錢去當做政治獻金 而且是主動 到處去說 你要不要拿這個300 你要不要拿這個500 到處去打電話給台北市所有各個議員 然後去各個我們講官員 就是要把這個錢給你送出去 其實他給了很多人 把那邊說你懂了吧 為什麼說這個金流一直兜不起來 一直找不到這個金流 因為你如果從公關費那邊 你會發現死路一條 對 找不到嘛 因為我如果今天是從工程款貸款的話 我請問一下錢會經過神經經嗎 不會耶 根本就不會啊 我錢就下來就下來 我到時候出去就出去 你根本就刷不到這個金流 所以我是從各個子公司 各個孫公司就直接出去的 對 所以這才是最大的重點 也就是說神經經是利用這些公司的工程款貸款 來把這些錢去發放出去 那寶貞哥我跟你講 我們大家看過工程都知道 工程款會有多大 很大 那個金額都是一來一提一來一提的 所以你現在根本為什麼神經經打死不認 打死不招 因為他知道說反正我只要不承認這件事情 我只要不承認這件事情 你很難去查我的金流 所以這個洞太大了 你知道為什麼 法輪哥有人問這個消息會跑出來嗎 為什麼 這個獨家消息會講 因為很多藝人都被問過嘛 但神經經又不是所有人都跟他關係很好 大家就覺得 大家已經江湖耳聞 就是說 你神經經到處在借錢 啊這個在 就四個在中心的人 又拿三百萬五百萬 欸 要不要不要 你敢想嗎 當然不敢收嘛 嚇得嚇死了嘛 所以這個消息才會出來 但是寶貞哥 你知道為什麼柯文哲一直老神在在 老神在在 打死不認這個金流嗎 為什麼 我跟你講其實理由很簡單 他喔 辦公室對不對 那時候是不是收出兩台電腦主機 對 我跟你講一台就是李文娟 專門管帳用 李文娟的 所以你看是不是講說 千萬不明帳 我跟你講 檢調就從那邊掉出來了嘛 欸不要誤會喔 李文娟 李文中 這兩 這個兄妹倆 專門幫柯文哲管帳了嘛 手上有沒有柯文哲私人帳戶的消息 當然有 有嘛 所以這個東西是來自這邊 而且大家講喔 昨天的那個積壓境界裡面有講 從這個電話的手機截圖裡面 柯文哲對他每一個帳戶的進出 整個的轉帳 他是支出必要是非常清楚 環環相扣金銘無比 對 所以為什麼柯文哲一直有這個自信 到現在為止對於圖利罪 他透露的部分事實 但對於收衛罪打死不認 我們跟寶貞一個報告 柯文哲先前是不是去我們講傅昆吉的公寄 對 你知道他在飛機場上喔 他在飛機上 他有講過一件事 他講什麼 就講金華城這個案子 他說我跟你講啦 我是不擔心喔 我那個電腦個人手機 被他們收走啦 哎呀 我只是很害怕喔 裡面的資料被丟出來 為媒體啊 有些什麼帳目什麼的 丟去為媒體啊 但是那個沒什麼大不了 柯文哲敢這樣講耶 誰消毒 他不是 他對於那兩台電腦 他根本沒在怕 所以你懂的理由是什麼嗎 代表現在這些金流 除非說他太太真的搞砸了 或者是搞一些有了沒的 所以現在這些USB檢方 是不是把它當作一個 犯罪的鐵證給扣押 你看喔 有工作帳本喔 所以你剛剛講的 你剛剛講的 這個裡面收到他的私人物品 私人物品裡面 就有一些金錢的往來 特別有一些收受 現在確定 工作簿記裡面 收了1500萬 對 而且跟審慶金收1500萬 這是他我們講帳戶裡面寫的嘛 那寶貝跟我反問一個很小的問題好了 今天硬小偉拿多少錢 4750萬對不對 那我就問 你覺得如果一個議員 就算扣掉他可能要貼本錢的 去行賄的 他自己所存留的 柯文哲會只有這麼少嗎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嘛 最大的問題在於說 那些我們講 審慶金所帶的工程館 現金到一個找一個找一個 他都是現金來現金去的喔 那個現金去的哪裡 會不會就是檢調 跟法院一直在提醒我們一件事情 陶租影員 陶租影員 因為現在有消息 我就問你陳佩琪 你有沒有跟柯文哲一起去過陶租影員 這就很簡單的問題嘛 陳佩琪有去過 我問你陳佩琪有沒有辦法 真的假的 請回答這個問題 理由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如果今天柯文哲要跟沈慶金 陳佩琪也在那邊唱過歌 如果柯文哲要跟沈慶金 他們兩個要去那邊陶租影員 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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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不要騙了 不可能 不可能這個可能 所以去那邊一定是談事情 如果說柯文哲帶陳佩琪去 那我就問 是不是跟 那就不是唱歌吃飯 對是不是跟金流有關 是不是跟現金有關 所以我跟檢調報告 陶租影員 恐怕是你們會發現 大祕寶一個很大的關鍵 今天早上我被沈慶琪嚇到 戴個帽子身長非常萎靡 做個輪椅 然後被全身抽取 抽取出來 我好像身體有問題了 然後說腦袋有不正常的放電 腦袋有不正常的放電 趕快去吧 做電腦斷層 就電腦斷層之後 馬上就會把他送回看守所 送回看守所 馬上送回他的牢房 結果他現在靠 剛剛講 抗告會駁回 然後高遠直接講 你雖然今天有介護就醫 但你的身體狀況 沒有嚴重到不能激壓 寶樂哥今天是我們講 沈慶忻跟北檢之間 一場生死豪賭 生死豪賭 講來就八個字 就是要錢沒有 要麵條 拿麵來拔 他直接拿了命 來跟我們講北檢香果 結果高遠理不理他 不理他 完全不理他 高遠就說你的身體狀況 沒有什麼重病嘛 我跟你講你的命 我不收 你要愛就拿錢來玩 他已經77歲了 而且楊楊到77歲 聽起來他的身體狀況本質沒有很好 沒有很好的總和尚 今天太抽搐了耶 歡迎吃 現在我們講高遠 跟我們講北檢要的是什麼 我跟你講你不用囉嗦 我就是要逼你把金流交出來 為什麼這個金流至關重要 寶樂哥現在柯文哲請問一下 確定的我們講鞏固的證據是什麼 土利 土利罪鞏固 但緊接而來包括我們講 你仔細看這個申請書上說 檢察官對於這個實質上 刑事上已經符合土利罪的要件 但柯文哲有不明來源財產 而且共犯英小偉跟沈青青 行賄有不明去向 換一次他在逼他什麼 把不明去向交代清楚 對咬出來到底這個金流 有沒有到柯文哲 到底你有沒有行賄他 進而把原本最低本行第六項 我們講的五年以上的土利罪 衍生成什麼進階成什麼 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的收賄罪 因為當時有講說 當沈青青這個計劃成案子 過了以後他論功行賞 論功行賞是透過印小偉去分配 在印小偉去分配的時候 剛好柯文哲的配偶 柯文哲的子女這個帳戶 都有不明的資金進去 他現在兩筆錢我要勾計在一起 兩筆錢要勾計在一起 關鍵就在沈青青 沈青青知不知道 知道他想不想土 結果今天我就說我要保衛救醫 我已經活不下去了 我已經全身抽去了 可是沒有想到 高越直接駁回 而且沈青青坐著坐拳套 為什麼 坦白講高齡77歲 就算今天在這邊抖 在那邊抖 在那邊說我去做電腦斷層 然後你說可能假的吧 可能鹽的吧 但不對喔 我們講 北檢跟高越都有風險了 因為他年紀真的太大了 那裡面溫度那麼高 這樣一直呆著 會不會到時候真的 我們講關出病來了 很有這個可能 真的假的 所以雙邊都在好賭嘛 就沈青青賭說 欸你確定喔 我就是不把錢交出來 那高越也在賭說 沒關係 我知道你可能會有危險 但我就是要把你必須 你把他交出來 所以你看喔 不只是我們講沈青青 包括胡順平 包括彭震生 竟然被抗告駁回 而就連殷小暉提出抗告 我坦白講 保健哥很難 非常難 而且今天不是沈青青 彭震生的抗告 其實他的理由也是一樣 我的身體不好 你讓我出去 我絕對沒有逃亡治癒 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你現在犯的是本刑五年以上的罪 而且你已經有淹滅證據喔 我剛剛講 他已經確定 彭震生有淹滅證據 勾串這個證人治癒 他講說聚保折付都不來 重野也在這裡 彭震生也講 我的身體狀況不好 沒有喔 你的身體狀況沒有罹患重病 不能其他狀況 也就是 現在不管彭震生 不管你沈青青 你都不要告訴我你身體不好 你這個壓 你壓定了 沒有我再跟你開玩笑 各位你仔細看 沈青青今天多麼淒涼 他坐著輪椅 然後呢根據目擊者的說法說 全身一直這樣 一直抽搐 很可怕耶 然後你知道醫生直接跟你講說 而且你知道嗎 他的抽搐是真的 因為每個看守所都有醫護士 如果這些醫護士裡面判斷 我們不能治療 他才會送到外面的急診 當然為什麼 因為抽搐我們這個急診醫師 直接講了 第一個他很有可能是猝死之前 腦部不正常放電 再來呢 有可能是癲癇 這兩個都會致死喔 只有唯一一種 第三種可能是說 他太過於焦慮了 所以一直過度換氣 過度換氣 但你想想看 今天包括江振愈 包括林靜炎 包括郭劍玉這個專門針對虛擬貨幣 所有檢察官到位 他們鐵了心 就是要你把案情給交代清楚 否則絕對不放你出去 所以今天你就算 剛剛講的你有生命之餘 我只要去照電腦斷成 你只要你能夠羈押 我都要押到底 那也就告訴沈青青 你死了那條心 你不要想交保 這個保外就醫 你也不要想能夠出去了 當然為什麼 因為我們舉一個過去成績的例子 陳定南 我們大家叫做AKA陳青天 當時陳定南 就辦了一個非常轟動的案件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呢 時任這個就是黃任中這個人 他幹嘛 他是一個欠稅大戶 他是股市非常有名的人 結果欠稅欠了多少 14億 結果幹嘛 直接把他裁定的管收 也是一樣被收到司令判所 結果送去之後 他這個情況比陳靜靜還嚴壽喔 你知道他收什麼樣嗎 他有糖涼幣 然後最後呆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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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受不了了 就直接引發敗血症 甚至他當年 整個意氣崩發的樣子 結果進到牢裡面 你看什麼 全身都發黑了 這個跟沈青青一模一樣的故事 那想想講 現在因為經過昨天的 這個所謂的 激壓境界了以後 已經非常確定 已經鞏固了所謂的 圖利罪的事實 鞏固圖利罪的事實 剛剛講 搞了半天今天出來了 為什麼這麼鞏固 你不是沒有心思症嗎 結果是 柯文哲自己大嘴巴 老闆跟我們常常講 你會讓你去嘴巴 還是你知道嗎 這一句話是真的 因為柯文哲就讓他去嘴巴 還是啊 底下許多公務員 不斷的提醒他這件事情 所以柯文哲這叫 明治不可而為之固犯 但是呢 他仍堅持要這樣做 而且貫徹他的意志 固然若皆非常明顯 結果呢 還導致我們講的 共犯審慶金 也就是現在被壓著 想要在那邊抖著抖著 抖出來的那個 獲利兩百多億 所以按照燙戶制的條例 第六條土地罪 最嫌重大 換言之柯文哲 為什麼會被壓進去 就是因為自己講的太多 自己講的太飽 才給了檢方 我們講給了 我們院方 這個所謂的有可能會滅政 不誠實的這個原因 因為你咬得太死了 你說你連八百四都不知道 八百四到今年三月四月都才知道 這個時候你就給檢方院長 你有很好的標的 我有很好的攻防的這個標的 很簡單 今天第一個 他就要把苗博亞當時 質詢他的東西丟出來 第二個 把他的六次的簽名 給弄出來 接下來去證明你早就知道這些事情 把三項鐵證丟出來之後 誒 柯文哲給隨便阿翠 柯文哲證明你公然說謊 你公然說謊就有公然傳證 我只要把你這個公然說謊給破了 你的金鐘罩就沒有了 所以從這三點可以證明到一個結論 柯文哲早就知道 柯文哲積積極參與 柯文哲全程都涉入在裡面 甚至明知違法還為之 而最後導致的結果就是 羈押禁見讓他現在在裡面蹲 所以剛剛講到 譬如說那三項證據以後 他講不爭辯所謂的事實 就是苗博亞當你不能爭辯 那六個簽名你不能爭辯 那個便當會你不能爭辯 這三個不能爭辯 就證明你早就知道 800次的這個所謂的內容 知道800次的內容 就說你說謊 說謊你就是明顯的圖利 所以你明知違法 直譯為之 這個罪就框在你的頭上了 好那瑞德 剛剛講的 今天三個被告 全部抗告全部被駁回 抗告被駁回 你說這個東西非常嚴重 而且這個是非常嚴重的指標 這個代表 阿伯你現在想要抗告 根本沒有機會了 還有今天如果審慶金 還有彭正森 如果真的沒有把事實 交代得非常清清楚的話 你真的就不要想出去了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印曉威所提的抗告也會駁回 那麼這四個人駁回了以後 那麼我會奉勸柯文哲 不用再找律師抗告了 為什麼呢 就算抗告一樣駁回 就駁回 駁回了以後你要知道 高等法院啊 你們直接都會在 第四項的這個聲明裡面 直接寫本案不得再抗告 你就不能再抗告 你就在裡面 至少要待上兩個月 一次兩個月 地檢署檢查官 必要的時候 再延壓一次四個月 不好意思 你們可能都要在台北看守所過年啦 不要說中秋節過不去 你們可能還要再過年 那頂多再來起訴的話 各位要知道這個案子有多大 所以起訴的話 法院可能延壓一關 就跟昨天那個女記者講的 那麼主席你現在不開記者會 以後可能沒有機會開了 沒有機會了 你再出來運氣好 讓你交保 像鄭文燦一樣可以交保對不對 運氣不好 你可能一直關關關關 關到民國幾年 不但因為法院可以無限制的延壓 一次幾個月幾個月一直延下去 我告訴你喔 阿伯柯文哲在一個 嫌台北看守所的後審室 不是這個整個環境不好嗎 很糟糕 你要知道很糟糕的後審室 還有冷氣耶 他現在關昨天晚上 你不覺得昨天跟今天 整個大台北地區天氣特別熱嗎 好悶熱 好悶熱 你在那小小的一個 台北看守所的牢房裡面 關了三個人啊 你知道文天祥正氣科裡面 有個人氣你知道嗎 對 什麼叫人氣 你全身的汗臭 體臭腋下的那個味道 包括你的香港腳的味道 全部的味道 還有旁邊你的馬桶的湊氣 你以為馬桶是湊水馬桶 無限制的這樣湊來湊氣 不是嗎 當然不是啊 你用的水有一定的這個 你看旁邊有個大的那個水桶嘛 對 你的水你的什麼東西 都有一定的量 所以包括沒有冷氣 只有一個電風 現在還有電風扇 以前連電風扇都沒有啊 你知道那裡面的環境有多差嗎 那個環境的差 不是你阿伯 口中所嫌的什麼 台北地檢署的後審室 一個在天堂一個在地獄啊 那還是天堂地獄 我跟你講他一定受不了 三天就受不了 為什麼你看彭政森就好了嗎 你看審慶慶就好了嗎 才短短幾天的時間 一個禮拜都沒有 可是我覺得北地檢署太狠了吧 你今天都已經坐著論語 然後我想 他說全身抽搐耶 全身抽搐總不是假的吧 全身抽搐都說 你沒有罹患重症到不能羈押 你要到保外就醫的條件必須要怎麼樣 已經到生活不能治理 比如說你中風了 你今天如果中風了送出去對不對 而且正式就中風了 就有可能解除羈押給你改重吧 你說要生活不得治理 可是你要知道 沈慶慶七十七八歲了對不對 然後呢養尊取由大老闆一輩子 然後彭政森當副市長 也沒有遇過這樣 他還有慢性病嘛 對 可是你身體不舒服 跟你有慢性病 跟你沒辦法適應 不好意思 跟我的羈押要件完全不一樣嘛 我就被你關在裡面了 你以為柯文哲很厲害啊 柯文哲連一個有冷氣的候審室 回去以後都公布一大堆 你忘了他的民眾黨副秘書長許甫說 這個我們應該要來改善這個候審室嘛 我會建議啊 阿伯掛一掛了以後 民眾黨反正那巴西沒用的不分區立委 你們就來討論全國的看守所跟監獄的 相關條件的改善嘛很簡單嘛 所以呢事實上關進去 現在又是台灣最熱的 這兩天都是三十七八度 在裡面那個悶啊 那悶的對不對 心情的鬱嘴之外還有悶的 還有很多小草會誤以為說 昨天晚上的菜單 因為你現在上網去看可以看到 台北看守所的相關菜單嘛 對 大家好講 紅燒豬腳 還不錯啊 還不錯對不對 不好意思各位 三十幾年前我在特種部隊 小弟我幹了半年的火尾跟採買 我每天開出來的螞蟻上樹 聽起來都很像川菜 這個菜名都是這樣 但是等到真正你拿到餐盤上 喂 怎麼螞蟻上樹 就跟鬆水一樣 這隻螞蟻跟那隻螞蟻 這真是火嘛 火 火 紅火蟻 怎麼不一樣啊 不是各位 那個開出來的餐單 看起來都很好 但問題是獅子頭是獅子頭 等到端上那個獸型人 那個獅子頭是不一樣 沒有你想要做那麼好 爛的 像餐廳一樣沒有這回事啦 因為我們所有的這個監所 跟看守所 它每個犯人每一天每一餐的 這個素食費都是固定的 所以呢大鍋炒你看到沒有 大鍋炒大殘子 一次要煮給幾千個人吃啊 怎麼可能在這種環境下 檢察官那麼很簡單已經告訴 意思就是你想交保是啊 河盤拖出污點證人 馬上交保 好 所以淑慧 剛剛講的 現在這個院檢雙方 怨檢雙方態度已經越來越清楚了 而且今天高院也博會了 剛剛講 包括沈慶晶 包括彭震生 包括吳順明 現在接下來看起來 殷小微的抗告也會被駁回 這個態度已經很清楚了 今天如果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了 對 我們看到地院的兩次的裁定書 先不要講他對柯文哲的態度 兩次不同 可是他們對金華城的這個 不法利益的態度是 兩次都是確定的 兩百億 一次是一百多億 一次是兩百億 所以地院的新政 不同的法官 對於金華城 第一個他是不法利益 這件事是確定的 第二個認定的不法利益 越來越高了 對 為什麼從一百多億變成兩百億 我跟大家講 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之前我們一直只認定說 這不法利益是 20%的容積獎勵 這20%的容積獎勵 大概涉及五千多坪 樓地板面積 每一坪市價兩百萬 就大概是一百多億 但是到了上一次的地院的 裁定書裡面 提到說不法利益兩百多億 這是認定說 金華城整個都市計畫法 自提的這個都市計畫書 全部違法 也就是包括說 人容疑的部分都是違法的 人的百分之三十都違法 對 所以才會高達兩百多億 也就是說 現在的地院的新政是 整個科市府通過的 那一整套金華城 依都市計畫法24條 自提的都市計畫書 現在都認為是不合法的 這是第一個地院的新政 那我想未來就算正式 進入司法訴訟程序 換了法官 我覺得也不會改變太多 再來那一天我看到 柯文哲的律師 步出法庭之後 臉色凝重 而且講了三個字 講這三個字 就像是醫生 步出手術室 你說盡力了嗎 對 臉色沉重說盡力了 大家想看 這個畫面就出來了 就很像醫生 步出手術室 然後家屬很緊張 圍著醫生說 怎麼樣 醫生說 我盡力了 這通常就是 沒救 狀況很嚴重 我們不要說沒救 狀況很嚴重 因為大家還記得 之前在偵查的時候 那個律師還 嚇嚇嚇的出來說 怎麼可以 以A案問B案 怎麼可以 12個小時的問目可 所以如果說 在那個偵查庭裡面 在那個積壓庭裡面的話 北檢出示的證據 如果不夠齊全的話 這個律師可能會出來 就開始說 不夠齊全 怎麼跟第一次一樣 怎麼有這麼大的差 他可能就會跟黃國昌一樣 他們在抗議 可是大家看一下 這克文哲是只有三個律師 三個律師都 點點 都沒說話 然後就是政治人物 在那邊講政治語言 可是三個律師之前 不是法官 就是檢察官 三個出來 東東不敢講話 唯一敢講的只有三個字 叫做盡力了 然後接著臉色沉重 那代表什麼 這三個律師完全知道 在積壓庭裡面 這一次北檢拿出什麼證據 對 拿出的證據是 第一個 柯市長不得不承認 所以裡面的裁定書 有寫到說 柯市長已經坦承部分事實了 第二個是 這個裁定 這次北檢出示的東西 是連三個律師 都沒有辦法 再幫柯市長辯解了 所以只有臉色凝重的出來 跟大家交代說 我們盡力了 我們盡力了 所以我覺得 即便再提抗告好了 結果也不太 我覺得也不太會變 那出不來了 我覺得不太會變 因為今天看到 我們高等法院 對其他的被告 對 快很準耶 那個抗告書一送進去 你根本沒有發回 重新更審 直接就是駁回了耶 代表說連 地院也好 高院也好 認為這個案子 第一個 犯案 這個嚴重程度非常嚴重 對 然後不法利益十分龐大 而且這一些人 涉案程度非常嚴重 雨萱 你說這個高院的裁定書 字數雖然不多 你說字字出息 而且每一字 每一句 都咬住了柯文哲 本來他這個高院的 我們裁定書裡面 只有288個字 但這288個字 已經定了柯文哲的生死了 只有288個字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已經把整個犯罪的行為 樣態跟結構 完全的鎖死 換一次在這個結構之下 柯文哲有如孫空 根本逃不過五十三 為什麼 第一個 到底柯文哲有沒有介入金華者 這個案件 這個叫圖利的本座 所以彭政森 他的證詞裡面 已經完全確定說 柯文哲有積極介入金華者 的科幻形式 再來我們講收衛的部分 他說朱雅虎這邊 跟神慶金 跟印曉威之間 他有所謂的犯意志聯絡 甚至有行為的罪嫌重大 而柯文哲的手機裡面 有登載 就是說雙邊三方 是有犯意的聯絡 換言之 柯文哲圖利 我也確認了 你的收衛罪也最嫌重大 而且你所謂的毫無之欺 根本就是黃懷一場 有創供的疑慮 代表 當高院把這個結構 一旦訂定 你柯文哲有可能有收衛 你柯文哲有可能有圖利 甚至你有創供的疑慮 那我請問一下 柯文哲還逃得過嗎 逃不過了 一定得压 而且是高院嚇了 昨天本來大家以為說 今天彭政生要打一個 無罪的官司 我要無罪 所以我要抗告 抗告了以後 你就不會招 你不會招就會 沒有人咬住柯文哲 可是今天非常特別是 他就特別講 不要喔 昨天不是彭政生抗告嗎 他說抗告 沒有本人簽名 也沒有本人蓋章 也沒有案子印 他就通知補證 補證以後 剛剛講他代表他沒有要抗告 為什麼沒有要抗告 關鍵在這裡 他的新榜在昨天已經突破了 而且這篇文章 對阿伯的傷害極大 當然保連看 彭政生都說 我都已經勸招了 我還要抗告什麼 抗告代表說我還要繼續無罪 彭政生真的在幹嘛 他等於說用認罪這件事情 咬出柯文哲 他現在唯一的目標就是換取簡訊 為什麼 因為你仔細看當中的內文 非常詳細 第一個 他說我在當中呢 應訊他 我把什麼東西講清楚了 關鍵的時間點 還有關鍵的公文 以及專簽 誰指示誰交辦轉折點 對柯文哲有關的重大事項 主義的詢問 我們剛才是不是聊到 其中彭政生有留一個逃命的伏筆 也就是柯文哲的假章 他這個假章蓋下去 明明可以蓋自己 為什麼要蓋柯文哲 就是他知道 這人是我的 決定不是我下的 市長要我這樣幹的 所以我才會把市長的假章蓋下去 對嘛 所以他等於是把這些事情 具細明義的 一條一條都交代清楚 因為彭正在當副市長的任內 他有兩百多項的決心事件 兩百多項的決心事件 這個他是都委會的主委 都委會的主委 你蓋你自己的決心張就可以了 他非要蓋柯文哲的假章 雖然柯文哲旁邊的人講 真的是假章 不是我蓋的 不對 我蓋假章 你柯文哲一定知道 而且我明明可以蓋自己的章 我不蓋自己的章 我蓋假章 就代表 我在最後 這是我的保密服 我要把你柯文哲 給這個拖下水 所以導播不開 他說 檢察官針對金華城的 關鍵時點 公文 專簽 誰指示 誰交辦 轉車店 還有跟柯文哲的所有事項 逐一詢問了 等於說原本現在的判定是說 彭正森是罪魁禍首 彭正森是個煮飯 但現在的彭正森只要把這些 相關的細節一一的交代 比如說柯文哲在什麼時間點 交辦我做什麼柯文哲為什麼要求我這樣做 為什麼我跟我們講的邵秀沛 會去把這個龍基獎勵創設給定出來 那從頭到尾他只要咬一件事情 這個都是柯文哲 來各位 這關鍵是 明知涉及違法 有沒有要記得 我們現在提到的那個所謂的變遷 變遷上些是說什麼 公務員不坐牢 代表柯文哲從頭到尾 知道這件事情不能這樣幹 但還要求這樣幹 那最後有沒有這樣幹 有這樣幹 他把這些關鍵的鐵證 彭正森的證詞 以及柯文哲在當中 不管你是有蓋章的 不管你是有變遷的 不管你是有簽名的 通通送進去 加入在這個抗告書裡面 所以我轉到哪裡了 轉到高院 所以高院才會講嘛 開頭第一個是最重要的 第一句話就是說 被告彭正森公訴 所以代表這是讓整個高院 認定柯文哲最嫌重大 認定柯文哲從頭到尾 知情以及積極介入的一個 非常關鍵的證據 所以第一名跟高院有一個 非常大的差別 第一名就認為說 因為柯文哲沒有這個專業 柯文哲尊重專業 而且這是一個多數學的結果 可是在高院直接講 這是被告 積極介入精華針等客觀情狀 對 而且他有加碼補充 他說什麼 因為你地院你忽略掉一件事情 他說明明檢察官呢 提供給你非常多的訓練 全部市政要綜合評價 加上這些新的市政 加上彭正森的新的口供 加上我們講的朱雅虎 這些我們講的 有可能收回的證詞 但檢察官你說他沒有市民 你說他沒有把這個 最嫌重大講清楚 你這個是錯的 上非妥事 換人說他直接判 我們講 地方法院什麼 兩巴掌給你下去 直接打地方法院 啊這上非妥事 這樣不太懂啦 這樣不通啦 他就這個意思嘛 他就說人家證據這麼清楚 你怎麼還可以這樣判 我把這東西發回去 請你自己好好認清楚 而且我怎麼判案 我該怎麼判 我都已經清清楚楚 從獨立到貪污到收賄 都跟你講白了 你這樣還不把押去嗎 而且今天 讓我已經發回 發回你要重新裁定 重新裁定以後 現在 陳審法官已經確定了 很多人看到這個陳審法官都說 阿伯出大事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 高院已經把結構定完 基本上地方法院 只要照抄練習教 但現在怕是怕什麼 怕這個法官承擔不起 但結果後來他發現 我們講的這個呂正業 這個法官是個什麼法官 明天的陳審法官是呂正業 對他是個狠人 他也是個狠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 過去他曾經遇過施明德 結果他這個個性就是說 非常的我們講的 心證非常強 他是一個心證非常強的法官 就是說 他今天只要認定什麼 基本上他會積極的 往這個方向發展 更遑論高院見判 你看當時是施明德 結果他直接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啦 我是綠色的法官 但我跟你講 你只要不和解 下午我就直接判你輸 他甚至狠到什麼程度 因為心證太強 甚至過去呢 甚至還曾經被彈和過 那為什麼被彈和 因為理由很簡單嘛 就他主觀意見非常強嘛 所以當今天柯文哲這個案件 高院財事之後 落到這種法官的手 很顯然他 縮一就縮一 縮零就是零 他絕對會非常狠的 要嘛就急啊 要嘛就完全沒有事情 而且彭正剛剛講的 他說他因為身體的關係 身體的關係 他絕對沒有辦法承擔 在裡面 剛剛講 他光是在聽審的過程裡面 就不斷的嘔吐 不斷的嘔吐 還是用醫治療 代表他的身體不甘你 不甘你以後 我覺得很多不利他的消息 我覺得檢察官也一定 我一筆棒子一個胡蘿蔔 現在原來 你現在進化者裡面 現金六年 暴增了2400萬 你不但現金暴增了2400萬 你光是繳保費 光是繳保費 就繳了1798萬 保倫哥我坦白講 今天就算健康的人 你面對排山倒海的壓力 你如果說我是彭正森對不對 我突然發現檢調問 我說彭副市長 你的薪資也沒有這麼多啊 你怎麼存款六年 暴增2400萬啊 而且你怎麼在2021年 跟2022年這個之間 存款暴增1000萬 保倫哥我跟你講 正常人都會想吐 你知道為什麼嗎 嚇死了 我的錢被抓到了嗎 因為這個時間點 剛好是什麼 新華城送死人案件的過程當中 新華城通過的過程當中 更不要亡論彭正森這個人 在不在乎錢 他其實很在乎 為什麼 因為他早就通過繳保費 繳了1798萬 你說宇軒這到底什麼意思 代表說他知道自己 未來可能會有什麼事情 代表他知道自己 必須要留一個後路 有這些保費 我才能照顧我的蹊蹺吧 所以你想想看 當這些金流被查到 當這些市政 通通都攤在陽光底下 而且他的太太 我們講都被約談在裡面 換言之 這個是會禍籍家族的 你說彭正森這個時候 還扛得住嗎 當然以他的高齡 以他的身體狀況 他當然扛不住 立刻我們講 壓不到三天四天五天 馬上通通都招任 現在只有一個目標 只有一個標的 而且最可怕的是 第一個 你是都委會的主委 所有的會議都是你舉行 舉行了以後 你已經講說 你現在違背規則 而且你無視規則 甚至你不聽所謂的 反對意見的人 你還把反對意見的人 給換掉 你已經有圖力了 那現在看起來 應小微跟你之間 也有所謂的行賄 不但有行賄 我還抓到 你的財產不明增加 等於所有東西 都都在你身上 你也跑不掉了 當然保利根 為什麼又有電話通聯 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今天檢調我們講的 我們講高院所公布的內容 他透露了兩個 從來沒有訊息 第一個 竟然有在監聽 而且監聽到的內容是金流的部分 你講說包括你豬牙我跟應小微之間 泛逸的聯絡 也就是4750萬 你們到底錢流向哪裡 流到哪裡 我都清清楚楚的掌握 所以你想想看 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是彭正生 存款這樣的暴增 而且他有聯繫到 直接抓到金流 抓到應小微 甚至沈靜青 那你彭正生還跑得掉嗎 跑不掉的狀況下 我是什麼 我是都委會的主委 所以如果是我裁定的話 不好意思喔 全責由我扛 而邵秀沛是什麼 邵秀沛是我的工具人 他負責定立這個容器強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只有一種方法 他可以逃脫 就是我這個主謀後面 事實上還有一個更大的BOSS 而我必須把這個BOSS攻出來 我才會變重犯 邵秀沛才會重犯 而想當然了 這個BOSS是誰 救三個字 救你柯文哲 所以昨天就要判斷 誰會當第一個五點真人 大家本來以為是 在沈慶經跟彭正生 兩個二則一 現在已經主要 的確 昨天其實是救訓了四個人 救訓四個人 兩個是關鍵 一個是彭正生 一個是沈慶經 彭正生真的全糟了 還有沈慶經還到現在不肯糟 那如果沈慶經到現在不肯糟 沈慶經就沒有機會 當五點真人了 如果沈慶經沒有機會 當五點真人 你說沈慶經以他的身體 他可能再也出不來了 是 我們其實昨天董事長 就不斷地講 這兩個人在搶 唯一一個交保機會 就轉為五點真人 結果現在發現說 彭正生他開始 馬上說選我選我 我當五點真人 為什麼 因為彭正生說 拜託 從頭到尾一開始 我是連殷小微的沈慶經 我都不理他的 是誰讓我接了殷小微的沈慶經 是誰指令我批業 是誰要壓力 強迫我去接這個案子 都是柯文哲 結果柯文哲在庭上說什麼 我都不知道 那你都不知道 你都沒有專業 柯文哲這個 已經是囚徒理論 囚犯理論裡面說 我都不知道 結果柯文哲交跑了 所以他等於是 要讓彭正生去死 而且你說那個對比太強烈了 當然想說 兩個人同時聆聽結果 一個人說你無保錦灰 一個人說你要收押境界 他就說當時的彭正生一直在 murmur 我又沒有收錢 為什麼要壓我 為什麼要壓我 為什麼沒有壓他 你說他的心房在那一刻就崩潰了 當然是崩潰 因為從頭到尾 彭正生一開始是不願意配合這整件事情的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林傳媒這個報導寫得很清楚 他說檢察官針對精華程 關鍵實點 公文 專簽 誰指示 誰交辦 最重要的是 轉折點 等問題與柯文哲相關的主意詢問 什麼叫轉折點 轉折點 所謂的轉折點是 人家一開始就不要 一開始精華程 連被都 都發局 列為是所謂的一個都更事項 甚至送到都委會的資格都沒有 是誰讓這個連資格都沒有 變成是有資格 而且你不僅僅把他變成有資格 你竟然還指使我彭正生變成成案的PM 講一句難聽話 我是讓你抓去 變成是要去負責這個案子的 你指使我的人 結果你現在兩手一攤 說你都不知道 然後眼睜睜看著我72歲 我這裡旁邊吐得要死 結果你不管我死活 今天你柯文哲只求你自己交保 不管我彭正生的死活 那我還跟你那邊 我不跟你魚死網破 我不信彭 當然就好了 所有身體全部都說出來了 你就是不怕我死 我還怕你沒面子 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彭正生會 根據那個臨床媒約報導 會願意突然之間 把所有的愛情 都招了 全部都招了 好 那現在又回到另外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據董事長講 其實沈金晶身體 比彭正生更不好 還有皮膚的相關的問題 為什麼沈金晶現在卻不 沒有講喔 她也有就緒沈金晶喔 沈金晶依然否認行會 她說她之前接受法官尋問期間 隔空放出我從不送官 原紅包也不可能送科幣紅包 她還在掙扎著那個 隔空這個串 串貢的那個結構 而且沈金晶在隔空串貢的時候 她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她說我就是依法令尋求通案處理 什麼叫通案處理 意思就是說沒有柯文哲幫我弄所謂 她其實就依法沒有特別幫我開格 那是我該得的啦 對 她其實是用通案 因為所有這些相關的都更條例 你如果不是按通案你就有問題 所以她現在其實沈金晶還在抓緊的 就說我是通案喔 沒有違法的空間喔 沒有這個為我特別量身訂做的空間喔 但你說如果沈金晶不認罪的話 接下來她下場會非常悲善 因為所有的證據都是發動者是她 行賄者是她 而且更可怕的是 她早在柯文哲旁邊 安查很多人了 是 我跟你講 沈金晶其實是長達快十年的一個佈局 而且是一步步一步步 把所有的人力就滲透在她旁邊 然後一步步讓柯文哲開始上工 你看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圖裡面 你就會發現沈金晶是所有案子的始作俑者 她一開始就是長期以來跟易小微相關的一個合作 然後呢甚至是把前都發局的一個工程師 吳順明把她請來 而且是給她錢 讓她去易小微旁邊當所謂的顧問 而這個吳順明是不領易小微的錢 她領的是沈金晶的錢 然後再來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吳順明其實跟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人是誰 邵秀沛有一個前同事的情因 那邵秀沛現在你有沒有發現這個 她也被限制住居喔 她現在算是證人身份 有沒有可能循著李文中 進一步變成是被告 其實是有相關性 因為現在發現 所有相關的會議 她也就是主使者之一 再來發現彭正生 那不用說 彭正生就是被柯文哲清點 在你虎間你屁眼 所以彭正生當然也是逃不掉 然後你就會發現 這是之前我們都知道 而這一次裁定書裡面 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點出朱雅虎的一個角色 朱雅虎竟然被發現 她跟殷小薇之間 有所謂的對話 對話記錄 你如果跟殷小薇有對話記錄 現在你買的房子 柯平買的房子 4300萬裡面 朱雅虎是不是也扮演著角色 所以換句話說 前金後瀉 甚至整個拼圖 就這樣子串起來了 所以你說沈金金 她這樣怎麼賺污點證人 人協力布局的 疏通是你疏通的 搞不好連房子後面 也都是你弄的 她再出來跳出來說 我都不知道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彭正生當然決定全招了 好 所以我想 你說這個簡單的200多字 我們到外行人不懂 你說很少人把這個抗告 駁回的這個東西 寫得這麼仔細 而且你竟然剛剛講的 字數雖然少 可是對柯P來講 那個捆龍鎖 已經把鎖得很緊了 第一個 已經有人證詞了 有金流的往來了 你柯文哲有積極介入了 你完全不能說你不知道 等於是第一個 你完全打臉地方法院 第二個是 你如果看到這個東西 你地方法院再做無罪 或者是無保釋回的難度 就變得非常高了 其實高院的這個裁定裡面 有一個關鍵詞 就是要綜合評價 對 綜合評價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檢方的每一個證據 你不能每一個都切開來看 比如說這幾份蓋章的公文 你單獨看 有這一份公文不能說他知情 有那一份公文也不能說他知情 有這個便當會也不能說他知情 你每一個都切那麼小的時候 結論就是他真的不知情 但綜合評價就是說 你每一個整件事情 從頭到尾時間去你發現 他做了這麼多關鍵動作 雖然每一次都是 這個腳輕輕的踢這個球一下 但每一次都是關鍵你們一腳 所以他才會用被告 積極介入 對 因為介入太多次了 三次的便當會 蓋了四份關鍵的公文 然後在議會裡面有人去質詢的時候 他也是說這個事情我知道 只是細節我不知道 這些等等裡面完全沒辦法解釋 為什麼台北市的所有陳情案 許甫不是說多如牛毛嗎 結果這個柯文哲 專挑金華城這根毛來關心 厲害了 我告訴你 金毛 金錢對不對 金錢的財團的這個金錢 他特別關心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高院就說你要整體看 再去考量他說他不知道 這真的假的啦 那所以這樣子 當他發回到北院的時候 不管是哪個法官省 他都必須要接受這所謂 整體評價的概念 對 而在整體評價的概念中 接下來其實要仔細的看說 北檢在明天的這個積壓庭 會不會提出他這幾天去看守所 問沈慶經 問應小為 問彭正森的新的證書 你說會有更多東西出來 對 因為這個積壓庭是說 你只要有新的證據 你隨時在審的時候 都可以提出來做補強 那之前 欸 你說柯文哲說他不知道啊 可是如果說彭正森 他有講一些關鍵的事 比如說 他有講說柯文哲什麼時候 跟他關心過這案子 也許他是一個破口 還有也許誰是破口呢 不要忘了 邵秀沛跟劉秀琳 這兩個公務員 對 這兩個公務員是 都委會的前後任職密 而在都委會當中 其實會議紀錄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都委會的委員 有很多都曾經提出過 司法性的疑義 那這些司法性的疑義 如果這些公務員 他公稱說 他其實在內部會議當中 曾經提出委員有疑義的話 那也可以作為其實柯文哲 他知道 這在法律上面 可能有問題的證據 所以現在接下來就是看說 檢方這幾天訓問了這幾個人 他到底講了什麼 當然他不會讓消息 現在提前對外面曝光 不然柯文哲律師可以準備 對 不過下一次的積壓庭 柯文哲要光用我不知道 這四個字來脫身的機率 降到非常低 已經破功了 對我個人認為 考量到現在民眾黨 也已經發出了一個聲明 說不要政治操作等等 實際上他們在做政治操作 所以我也不見得覺得北院 就是會直接積壓 也許重保 重金交保是一個可能性 因為你不能讓這個 這所謂的勾竄滅陣 這件事情持續的發生 尤其是這個劉秀玲 跟這個邵秀沛 我今天看到了這一張照片 我覺得非常的諷刺 原來這個都委會的執行秘書 是劉秀玲 他如果後來才破壞了這個 所謂的邵秀沛 剛才講他多開心啊 逃過一節 你知道欸 原來在柯文哲下面 做事有這麼可怕 不小心 就要有劫難的 是的 柯文哲八年市長 台北市公務員流動率 是六度最高啊 所以在這整個過程裡面 你看得到他們受到的壓力 不要忘了 先前鄭文燦案 法院最後裁定鄭文燦積壓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說他是前唐原市長 有實質影響力 對公務員 現在劉秀玲 邵秀沛這些公務員 人都在外面 會不會法院按照鄭文燦案的標準 覺得 柯文哲 你是前任市長喔 你可能對這些公務員 還有實質影響力喔 對 如果按照鄭文燦的 統一標準來看的話 其實柯文哲是相當符合 就是關鍵就是他是前市長以外 還有總統候選人 還有他現在是民眾黨黨主席 這些的影響力都遠超過鄭文燦喔 所以他的實質影響力 是超過鄭文燦的 所以我覺得北檢一定會提出這個理由 就是說談到柯文哲的實質影響力 那柯文哲的實質影響力 是誰幫他表現出來的 誰 民眾黨今天開始對高院表示遺憾啊 那當天是誰在這個北檢門口 開始有聚眾抗議呢 就是黃國昌啊 黃珊珊啊 這些立法委員啊 然後第三點 所以那巴西是可以作亂的 對 他因為現在這幾天的 所有的搗蛋的所有作亂 這樣造成社會不安的 政治動盪的原因 通通是民眾黨 然後更惡劣的 今天在立法院剛剛開議喔 他們就開始放下 就開始放話嘛 對 就是要開始要準備修理政府 用預算啊 人事啊 杯葛 包括要開始廢考 廢考間兩院啊 對 因為監察院審查他的選舉預算喔 才讓他變康的 對 所以他就要開始修理監察院 就這麼惡劣的流氓 土匪行進的一個政黨 這個還不叫實質影響力 這個已經比總統的影響力還更大了 不是 我從小就主張廢考間兩院 可是被他這樣一告 我都不知道我要不要支持了 問題是你不能夠把你的犯罪行為 你做假仗跟廢考間兩個連結在一起 這不像話嘛 這不是明火執障公然搶劫嘛 對 這種政黨怎麼 所以這些的表達方式 通通都是用力的把阿伯 把柯文哲推向斷頭台嘛 推向羈押嘛 對 因為你一直展現出你的這個實質 不是影響力 破壞力啊 對 它這個比鄭文燦的影響力大太多 還有國外關注的力量跟AIT的關注 國外媒體的關注程度 他們特別扯進來了AIT 他說我那天本來要去跟AIT的處長見面的 對 所以這些事情都叫做實質影響力 所以我認為北檢一定會在明天積壓庭上 把這個實質影響力很非常量化的告訴 陳審法官 然後再加上回到今天所提的 這個所謂的高院的這個 高院的這個處分 高院的這個採取文字的內容 他非常清楚的告訴你很簡單 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彭正生的部分 對 彭正生的部分 他已經大概把他們之間 就是阿伯昨天我講了一句話嘛 柯文哲前面講了嘛 兩件事情你咬到我 你就沒有本事來咬我 金流根 誰咬我 對 咬我 結果果然這個是一語成燦嘛 對 結果果然就 彭正生 我昨天剛講完 昨天晚上就咬了嘛 咬了就中了嘛 所以高院馬上今天就中了 這是一個要咬他的 你看到這個林財美 最後一句話 全案偵查前 沈慶京恐怕無法離開 開搜索 這個太惡劣了吧 你要押到底 那全案偵結錢是什麼時候 不知道啊 對不對 你兩期一期兩個月 兩期四個月嘛 對不對 大概四個月內給你起訴的話 你就被人揭押過去了嘛 對 押得沒完沒了 沈慶京還活得出來嗎 就再也出不來了 因為今天我告訴你 目前的所謂的飲用法條 或是準備他犯罪的條文的話 還是用貪污制罪條例的第六條嘛 對 獨立罪嘛 當審計金進來以後 就改成第四條嘛 第四條以後 就起本刑的基本消費 十年以上到五十年 所以說這個案子 只有一個最重要的標的 那個標的就是柯文哲 其他人都可以談 誰都無所 我們司法 還有包括我們做監牢的目的 其中目的是什麼目的你知道嗎 就是叫化 對 叫化什麼目的呢 就是把一個壞人 叫化成好人嘛 好 也不 我旁邊很多人都非常生氣 非常生氣說 那我這派人啊 你明明做了這麼多事 而且以前不敢幹的事情 你全部都幹了 以前我們知道 政治上是有些天條的 有些錢是不能碰的 有些事情是不能碰的 財團你要保持距離的 結果他什麼爛事都幹了 他等於說是好事說絕 爛事幹竟 XXX想到這種事情 然後呢 我覺得他最可憐 我看到他 我也跑過 我也跑過大概七年的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的 其實全台灣 台北市政府的素質 是最高的 結果呢 他是都委會的 這個實習秘書 他當然不能這樣幹啊 不能這樣幹了 以後就傳出來說 柯文哲用他的秘書去罵他 罵他罵下 他也是不配合 不配合以後就把他掉 掉去什麼 副秘書長的參議 你根本就把他打入冷宫 我覺得你怎麼那麼壞 你這樣子 用那個什麼 三字經去罵人 然後呢 你這所有的違法事情 你什麼事情 你都幹了 今天這個高院的根才文 告訴我們大家 全台灣的民眾叫什麼 圖利的選擇 柯文哲 是不是這樣子 真的是圖利的選擇 因為現在圖利 就是兩個要件嘛 一個是知情 第二個叫實質影響力 對 你剛剛講到這個前直密 劉秀玲小姐 其實他過去是非常 就是文官一路這樣子上來 從科長 副總公 總公 一直到直密 那這個都委會 他的功能 就是直密的功能 是在什麼 就是說你案子要送進 都委會審查的時候 他可以來做排案 他可以來做一些 中間的溝通和協調 所以他就等於是 局長 副局長 接下來就是他了 所以他的重要性在這邊 那我們就要問說 那今天柯文哲 你是不是為了要完成 圖利 金華城的這個事情 對 而把擋在前面的大石頭 給換掉嘛 因為後來是誰來接他 是這個邵秀配 就是接他的位置 那我剛剛講喔 邵秀配 其實他有一個很 關鍵的時間點 就是為什麼檢調 要找他去問 對 就是在109年的 10月12號這一天 有開了一個所謂的 專家學者的諮詢會議 是他開的 是邵秀配主持的 那我們不能說 邵秀配一定有罪 但是說大家會 他會在質疑說 你開了那個委員會裡面 六個委員 有五個人 全部都持反對意見 包含都法局 他的都市設計科 他們都講說 這個案子 如果要增加容積的話 請再斟酌 那為什麼 今天開過這個會之後 你看喔 這個金華城又再次送了 他們的變更草案書進來喔 內容一模一樣 柯文哲在11月11號 卻簽了公展 那我們又要問 柯文哲的實質影響力 有沒有在他簽公展之前 跟都法局 甚至是跟邵秀配討論過 是不是 因為 今天議長喔 高院有講喔 除了龐震生跟朱雅虎的 共訴之外 證人邵秀配的共訴 也非常重要 如果假設檢調能夠掌握說 如果你是市長把大家都叫來問 把邵秀配有叫去問 告訴他說這個案子 因為過去柯文哲曾經有對 劉秀林施壓過嘛 他透過他的秘書去罵他嘛 真假的 問他說 你為什麼在擋柯文哲的案子嗎 要擋那個金華城的案子嗎 那這個秘書是誰 到現在還是沒有交代喔 不知道 林中銘也講啊 李文中對他 也是極盡羞辱之能事 我跟你說 過去柯文哲的實質影響力 今天林中銘有跳出來嘛 就是說 過去柯文哲 包含李文中 柯文哲的授權給李文中 是怎麼去羞辱林中銘的 早在大劇案 彈案2019年的時候 當時李文中 他只是一個市政顧問喔 結果他竟然把這些局處首長 全部叫來 他說 一個顧問可以這樣子 對 他可以這樣 然後他問林中銘說 你為什麼對遠雄大劇案的這個審查 那麼的艱困 你為什麼對他們那麼差 你應該要放寬 林中銘嚇一跳 他想說 為什麼你一個市政顧問可以這樣子 影響都委會的結論 甚至還想要去改會議紀錄耶 那你說 林文中當時是誰授權他的 當然阿伯啊 當然柯文哲啊 那你柯文哲 當時你也沒有去制止這件事情 對 當時林中銘是有跟這個 政風處 據名的檢舉 看來是柯文哲收益嘛 對 那顯見 都委會的影響 柯文哲是有實質影響力的 找在大巨蛋案裡面 就可以看出這個脈絡了 那如果假設現在這個彭邵 彭政森 彭政森的證詞 跟這個邵秀配的證詞 如果講出來都說 柯文哲在事前的時候是知情的 而且也找他們開過會 對 他也了解金華城的容積的變寬 是與法無懼的 但是後來他卻硬要通過 那這樣子請問柯文哲 你這個不是圖利不然叫什麼 好 所以委安 你在第一時間就講 阿伯怎麼可能不知情 你當時就提出非常大的質疑 而且這個質疑現在 高原也跟你的看法是一模一樣 而且你講彭政森是最關鍵的人物 看起來他也是突破口 那阿伯明天他逃得了嗎 他明天真的有可能被搜壓禁見嗎 寶貞哥你去看一下 你記不記得鄭文燦 桃園地檢署要壓他 結果呢 桃園地方法院給他交保 第四五百萬抗告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高等法院跟財 再看告 再跟財 那一次我就記得 我也是說在我們關鍵時刻的 這個聖訊裡面 第二次高等法院跟財的時候 跟第一次有很大的差別 大家回去找那個新聞稿 一個7月這個8號 一個9號 另外一個是7月10號 他裡面講什麼 第一次只講說 你讓他交保的理由不完備 所以發回跟財 可是第二次就把所有的 包含他的實質影響力 科技發達容易篡政 犯錢狀況通通寫進來 結果呢 結果他就被收押了 鄭文燦的例子是這樣 所以跟這個一樣 那今天這個狀況是 這是第一次嘛 今天第一次 他並不是高等法院講說 你讓他這個無保請回的理由不完備 所以發回跟財 不是 今天的這個高等法院的整個新聞稿裡面 告訴你很多事情 告訴你 柯文燦是積極介入進化城 對 積極介入 鄭文燦的那個高院發回跟財的第一次 沒有什麼意見表述 只有講 你的交保理由不完備 所以發回跟財 可是到了第二次就告訴你 這個鄭文燦實質影響力很大啊 他會串政 你為什麼讓他交保 即使交保金從500萬 升為1200萬 都覺得不應該交保 所以他壓了嘛 那今天的柯文燦是直接跟你講的 柯文燦他現在目前的狀況 積極介入進化城 然後呢 那個豬圈圈 豬啞虎 他被省圈圈 省慶金 僱用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因為同樣的你發現 省慶金行賄應小威的犯行重大 對 所以當這些東西就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發回到台北地方法院的 第二次的積壓庭的時候 他就要參著高等法院的意見了 看起來是有可能會收壓的 如果這樣誰來講的話 對 但問題是 關鍵還是在於 舉證之所在 敗訴之所在 又或者是他能過關之所在 整件事情還是要還原給大家知道 因為柯文哲他從頭到尾 我舉個例子好了 大家去答案為什麼李肅德被判9年 馬英九沒事 馬英九說他不知道 馬英九說他不知道 那是你說的 李肅德說馬英九不知道 才過關嘛 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李肅德扛了 對 觀眾朋友是這樣 因為當時在2004年 整整20年前 9月1號有一場會議當中 李肅德被錄音 所以我就講 我這次事情我根本就不敢說 又不知道 可是當年也沒有人知道 李肅德的那會議被錄音啊 對 如果今天彭政生也好 或者是柯文哲也好 任何的秘密會議當中 有市政有錄音的話 那就變不一樣了 那當時李肅德講說 這是高層認為不用權利金 那高層是誰 那當然就牽涉到市長嘛 結果後來他在偵查過程當中 他出庭講說 對不起我說謊了 所以當他李肅德說 那個連結都斷掉了 所以保全哥 這一次最重要的848第三次的那一個 就是最後的蓋絕型章的人 是彭政生 蓋的章是市長假章 所以如果彭政生他可以講說 對啦我蓋跟錢 蓋錢蓋後我都沒有跟柯市長講 那這樣柯文哲有可能過關喔 彼此你我怎麼樣 因為他們來陳其南 我也找不到金流的情況之下 圖利的斷點在於彭政生講說 我沒有跟市長報告 但反過來 我也有跟市長報告 不只跟市長報告 還是要蓋這個章 我剛剛告訴大家說 市長叫我這樣做的話 那又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彭政生他的態度 非常非常關鍵 彭政生他的證詞 將會成為金華城 柯文哲是否可以全身而退的 最重要的關鍵